嗨 大家好 我是金 那节目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是用什么软件来调色的 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我们常说的这个专业调色到底是指什么 那为什么你调出来的颜色就总是没有别人的好看 比如我参与的这些好莱坞影片的制作 他们在调色上的步骤 和他们所谓的这个电影期的这个调色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和你的这个步骤到底又有什么不同 那这期节目希望能给到你答案 节目开始之前想跟大家先说明 调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那我会做一系列的节目来做一个讲解 希望大家收藏这期节目 然后方便你以后对这个内容做一个插照 这期节目我们把后期调色分为两个方面来拆解说明 第一个是曝光度和对比度 第二个是后期颜色调整 在好莱坞 那我们用于这个后期合成 以及这个色彩调整的软件 是用的是叫做Nuke 或者是Aftifax 但是Aftifax的话基本上已经被淘汰掉了 那这两个软件的话我们不在节目里面做说明 因为它专业性太高或者是价格比较昂贵 那我们绝大多数的Studio在做完这个前期的这个合成准备之后 最后的色彩定调上 绝大多数的Studio还是会用Premiere Pro或者是达芬奇等这一系列的软件来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这期节目以Premiere Pro来作为一个讲解 简单说明 那如果你不是使用这个专业相机的log平淡色彩输出模式 或者是这个大疆Disneylike或者是Dlog的这个色彩文档去输出的话 可能你会对今天的这个色彩最后的结果会有差异 但是并不妨碍你去了解色彩调整的一个过程 万变不离其中 操作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来说明曝光度和对比度 那我们在Premiere Pro里面打开一段影片 那以这段影片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片的用的是log文档输出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整个画面都很平淡 没有任何细节的突出 但是log文档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色彩细节 相比一般的色彩模式的话 你在最后的这个处理上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宽容度 以及你要做你一个个性化的这个颜色处理的话 都会给你很大的空间去做这个调整 首先我们打开色彩范围这个窗口 在中文版里面我们是叫做lumetry范围这样一个窗口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麻烦 但是你必须要打开它 因为这个是我们去衡量你的色彩调整的 对于错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评段标准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色彩图谱上 从下往上是0到100 那0是最黑100是最亮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参数调整上去 那如果我去拉高这个高光 大家可以看到图谱上的高光部分是往100上去走的 那如果我拉的越多 这个高光部分会越亮直到一个完全过曝的一个情况 我现在下拉阴影部分 大家会看到图谱上的阴影部分会往0上去靠 那我下拉的越多 它们越会往0上去走 那如果画面上显示的就是阴影部分会越来越黑 那越来越黑会造成的效果就是 你的这个所有阴影部分的细节会有丢失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非常小心的去调整 你的高光和阴影部分的这个数值 给到人一个舒服的一个画面感觉 阴影部分不会丢失太多的细节 高光部分不会过于的这个过曝的情况 那具体的原则我们在调整的时候 你在图谱上去看 如果你在调整高光的时候 有一点点内容刚刚到达100的时候 你就可以停止了 同样阴影部分也是 你可以看到图谱上有一点点东西 到达0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 那这样调整下来的话 你的画面就会给到一个 我们所谓的正确的一个色彩和曝光的一个范围 至于中间色调的话 这个就是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风格 或者是你一个审美的一个把控了 那只要控制在0到100中间都可以 那比如说你拍摄的比较是阴郁的 或者是恐怖的 或者是我们所谓高级黑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那中间色调的话就要调的暗一点 那比如说你拍摄的是一个非常愉快的 或者是出去玩 想表达快乐心情的这样东西 那我们就会把中间的预值调高 让画面尽可能稍微亮一些 第二步是颜色调整 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做白平衡 那首先大家可以用白平衡上面的吸管工具 去吸附你画面上比较白的位置 这样你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白平衡的效果 但是不可以去吸最白的地方 如果你去吸最白的地方 你的整个画面的白平衡会失准 接下来是你个人对色彩的一个理解 那有的人喜欢很高的饱和度 有的人不喜欢这么高的饱和度 那有的人喜欢偏冷的色调 有的人喜欢偏暖的色调 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你自己去做一个决定 接下来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小贴士 那大家比如说在看好莱坞电影 或者是特别是日本电影 在晚上拍摄的一些画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部分不是纯正的黑 它会带有一点点灰色 让人感觉更有电影感应 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 其实只是把你的黑色的这个预值 拉高一点 让它不是这么的黑 带有一点点灰在里面 那你的画面看起来就会稍微 我们所谓的高级一点的这种黑在里面 那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些步骤之后 只是让画面回到了一个 它该有的一个颜色上 那为什么在拍摄的时候 就不直接用这个一般的颜色模式 而要用这个平淡色彩输出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影片 这段影片我们是用一般色彩模式去拍摄的 相比我们去调整过之后的这个颜色 大家会发现在阴影和高光的部分 一般色彩模式会有很多的丢失 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电影拍摄的时候 需要用平淡的色彩输出模式 去做一个拍摄 然后去调整这个颜色 这就是区别 也就是为什么一般人拍摄的影片和电影高级专业级别 拍摄出来的影片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 那希望这期节目会对大家在这个基础色彩调整上会得到一个帮助 那也同样希望大家收藏这期视频 我会在之后将这个色彩调整做一个一系列的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讲解 从这个现在的基础到进阶 下一期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人像这个肤色的调整 怎么样去利用萌版去调整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 而不去影响到其他的这个画面效果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